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是奇怪 他們不打法肯脫回來見我 又不出來 肯脫? 為什麼你會受到這樣的羞辱? 是啊 是不是有人認錯了把你所謂的事? 是你的第二女女金 和女婿康瓦義工長 不會的怎麼會呢 是…是真的 是不會的 我說是真的 沒理由他們不會做出這樣的事 但是他們已經做了 不會…他們不敢這樣做 如果他們真的有這樣的暴行 就真是萬惡不赦 肯脫 你究竟犯了什麼罪 他們用這麼重的刑罰 來對付國王的使者 閉嘴 我帶著你的信來這裡 剛剛共立梨公主的管家岳思華也趕來 我知道她是替共立梨送信給女金公主 教唆她不要接待你 所以我一時氣憤就想教訓一下她 誰知道這個膽小鬼竟然大聲叫救命 那你的女婿和女兒就鎖住我了 真是氣死我了 我的女兒在這裡 陛下 他們和葛羅斯伯爵在一起 好 那些書不要跟我進去 是 那羅斯伯爵 是 你在這裡 康艾爾和女金 我有話跟他們說 陛下 你來了 他們吩咐過說身體不舒服 今天不準備見你 你怎麼說 抓犯了 做父親的要跟女兒說話 她居然說不舒服拒絕了 我知道 這種完全是預謀 他們故意迴避我 好 好 葛羅斯 你馬上去叫他們出來 不然我要去他們的房打門 打到他們沒辦法安睡 我要問他們 為何要這樣侮辱我的使者 陛下 快去 陛下 我仍然希望你們能和和氣氣 簡直豈有此理 是不是想擊死我 是不是想陛下 早晨 父皇 我很高興能夠見到你 可眼而在 雷金 父皇 我想你們都高興見到我 雷金 你的姐姐太不孝了 我簡直沒辦法告訴你 她究竟雙天害你到甚麼地步 父皇 請你不要生氣 我相信姐姐不會對你失敬吧 什麼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我想姐姐絕不會對你不盡孝道 父皇 假如她只是約束那些放蕩不發的示威 那也是很合理的事 你是不應該怪責她的 但願我的咒馬會在她身上實現就好了 父皇 你已經年老了 是很應該有一個明白事理的人管教你的 所以 你還是回去姐姐那裏 向她陪個不是吧 我 回去? 我回去求她搖恕我 你是不是叫我回去跪在她面前 但是先這樣說 乖女 我承認我年紀老不中用 請你收留我 給我一張床睡 給我幾件衣服 給我吃的東西 父皇 請你不要這樣好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簡直是胡鬧 你還是快點回去姐姐那裏吧 不回來 我永遠都不回來 你知道 她要撤銷我一半時從 根本不放我在眼內 你說我多激氣 但願上天的憤怒 你不要降在這個無情無義的人頭上 但願岳風吹了她腹中的胎兒 但願烈日損壞她的美容 毀滅她的驕傲 假如父皇有一天對我發怒 他也會這樣揍我 是 我要問你 父皇 是誰所喜肯脫百着的 岳父大人 是我用鎖鎖把她鎖住 按照她的狂妄行為 我覺得這樣責罰她仍然太輕 你說康阿姨 你居然這樣侮辱我的使者 父皇 你現在應該明白到 你只是一個衰弱的老人 所以一切事情 唯有相就一點 不要太任性了 假如你肯減去一半侍衛 去貢納尼那邊住 那一個月之後 你還可以來這裡受我的公養 夠了夠了不要說下去 我也不願意再來打擾你 好 我們從今之後不要再見 你們雖然是我的女兒 是我的骨肉 但是倒不如說是我身上的毒瘡 血裏面的乳塊還紅 沒有反為乾淨 父皇 我是真誠地勸告你的 其實減去一半衛士又怕甚麼 難道有五十個侍衛還不夠嗎 哼 女今 惡人的面貌雖然是真寧可報 但是還和愛可親過那些五億無良的女兒很多 天上的神 你們看 我這個可憐的老人 在樹被憂傷和老賣折磨得很苦 你們都以為我會哭 不會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哭 我雖然有充分的理由哭 不過我寧願我的心碎成十萬片 都不願流出一滴眼淚 哭吐 我…我要發瘋 閉下 你今天我們回去就快有狂風暴雨到 難道要讓這個老頭子和他的武士一起入亂嗎 不行,是他自己不好 要等他捱苦他才明白自己笨 要等他 肯脫我們和所有的武士走 好,各位武士,我們起程吧 好… 各羅斯伯像,吩咐人關好道門 今晚一定會有狂風暴雨到 你看,外面開始飛沙走石 是,天色突然間這麼惡劣 狂風吹襲天野 但是這裡附近就沒有地方可以避風雨 閉下他們怎麼辦 白鳥,你不用擔心 對於那些剛逼自用的人 正好由他們自朝自夜的災難 來教訓一下他們才行 我們快點進去吧 風吹,猛烈地吹 好似瀑布一樣的傾盆大雨 儘管射下來 射下來浸了我們的房屋涼田 浸吧 鎖天地的雷電,儘管打擊地球 不要讓那些亡因乎乎的人類再流傳在世上 皇上…我們快點找個地方避下風雨 風雨雷電, 你們儘管侵擊我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女兒 我不會怪責你們無情 我沒有賜國土給你們 我沒有愛護關心你們 所以你們是沒有順從我的義務 不過風雨, 我仍然要罵你們卑鄙的幫兇 因為你們居然幫了我那兩個萬惡的女兒 來和我這個白髮老人作對 太可恥了… 陛下, 我有生以來 都沒見過這樣的閃電 還有聽過這麼可怕的聲音 這些這麼令人害怕的風雨咆哮聲 真是太恐怖了 我的頭腦開始紛亂 陛下, 現在這麼晚又這麼冷 你一點可以抵擋風雨的東西都沒有 怎麼行呢 這裡附近有一間藍牢屋 請陛下暫時去避下風雨 好 如果一個人到了捆虎誤告的時候 微賤的東西都會變成無價之寶 風雨, 再暫時去避下 那間藍牢屋在哪兒 我們去… 那邊… 我愛德門, 父親 我實在不贊成康亞爾公爵和呂金公主這樣做 當我請求他們允許我照顧李爾皇的時候 他們竟然不准我提起皇上的名字 亦不准我接濟皇上 在這個狂風暴雨之夜 皇上在曠野無遮無蓋 我真是擔心 那倒是 公爵夫婦真是太殘忍了 愛德門, 我如今就要去見皇上 暗中接濟他 你去陪工作聊天 免得他發覺了我的行動 我只要一死 皇上是我的老主人 我會做教 行了, 父親 我會照你的話去做 你放心去 好, 我去南愛德門 你違背去向李爾皇獻恩勤 我立刻告訴公爵和婦人 如果我父親因為這樣 就被公爵問成死罪 因此而隔職 那我豈不是是郭羅斯百獎 沒錯 老的一代應該沒落 年輕的一代才會興起 皇上, 郭羅斯百獎冒遠來看你 陛下 真是想不到我兒子和你女兒都變得這麼壞 竟然把親生父親當成仇人 郭羅斯 陛下 跟我回去 我的良心 不容許我絕對服從你的女兒 女金公主的命令 雖然他們叫我關門 任由你在這個可報的黑夜中孤獨狂窩 但我仍然要出來找你 我要把你帶到有火爐有食物的地方 我肯脫 郭羅斯 糟了 我的腦子好像有點憤亂 讓我休息一會再說 好 好 郭羅斯的真理大膽 我一定要將他誠致 公長 我為了對你尊重 連父子之情也不顧 人家如果知道我來顧罰我父親的不法行為 真的不知道會怎樣批評我 但是為了正義 我是不可以掩飾的 他不止私自救濟那個昏庸無盜的李爾王 還時時跟法蘭西國王 和科麗霞公主通信 說共納尼公主如何虐待皇上 聽說現在法蘭西的軍隊 已經啟程來攻打我們 但是我父親仍然瞞著你的 愛德門 你對我這麼忠心 我一定會封上你 多謝你, 伯爵 真是想不到我父親竟然會私通法國 勾引法軍來攻打自己的國土 好, 我這個做兒子的真是覺得慚愧 你不用這麼生氣 愛德門 因為涉嫌謀害你父親已經逃亡不知去向 現在你可以繼任為葛羅斯白象 你快去偵查你父親在甚麼地方 我立即派人去逮捕他回來 好, 公長 雖然忠心和孝道在我心目中發生過劇烈的戰爭 但是大義所在 我唯有不理父子之情 好, 我完全信任你 愛德門, 你快去辦妥你的事 阿姨, 知道 如果捉到葛羅斯這個奸賊 我一定要立即把他吊死 或是把他的眼珠畫出來才可以洩憤 行了, 我自然有辦法處置他 聽說法國軍隊已經登陸了 愛德門, 再… 我們不應該讓你看見你那位謀伴的父親受到益罰 所以我要差遣你去見奧本尼公長 和貢立尼公主 叫他們趕快準備迎戰法國軍隊 我們兩地之間 今後必須用飛機全部消息 遵命, 公長, 夫人, 再見 再見吧, 愛德門 岳少, 再派幾個人去 盡快把那個反賊葛羅斯捉回來 要像捉小偷一樣, 把他綁住來見奧 知道, 康亞義公長 我立即去幫他們追捕 葛羅斯真可惡 雖然在未有正式審判之前 我們不可以把他判死 但是為了發洩我老人的指責 憑我的權利, 獨斷獨行 是誰來的?是否捉到那個反賊 沒良心的狐狸, 就是他了 報告公長, 報告夫人 我剛出到外面 就看到他們把羅斯伯爵拘捕回來了 莫少爺 多了 吩咐沒事, 綁住他 對不起, 抓住他 夫人, 你…你們這樣做是甚麼意思 綁住他 沒錯, 綁緊一點 你這個可惡的反賊 呂金公主 你是一個失去仁慈之心的女人 而我不是反賊 你這個無規矩的老賊非打不可 天神在上, 還成甚麼體統 你竟然如此侮辱一個年老的大臣 年老又怎樣 你頭髮糊塑也已經這麼白了 但是想不到你會是個反賊 你把他綁在這張椅子上 奸茶, 你說 最近你從法國那邊得到甚麼消息 說 你真正地老實說出來 我們甚麼都已經知道了 你跟那些侵略我們法國的人 有甚麼來往 你還施自去接濟那個法狂的李二王 你送了他去甚麼地方, 說 我沒有再收到法國西蘭王 和科利夏公主的奉順 但是信裡只說出 他們對陛下的關心 和不滿共納離公主